这个他现在说话说得挺好 我们都不说这个十龙九雅吧 最开始的时候吧 就是我在酒店回家 看着孩子就哇哇哭指着腿 我一掀开腿一看 孩子这么长两道血淋淋的 然后用风湿膏贴着 问奶奶奶奶说被车撞了 不知道怎么好 反正就给孩子贴了两块风湿膏 我就抱着孩子去医院 那个医生他就骂我 你傻呀 你不知道这风湿膏贴到正常皮肤上 怎么一接还疼呢 何况这 贴的伤口 好几个小护士摁着 那个医生在给孩子清理伤口 就剪一下还哇哇哭 连血带肉的 哎呀我当妈的我看不下去 哎呦那个 没什么没剪一下 我的心啊 就像背不弯那疼似的 就那个时候我就想 哎呦 你说 他来试试一次 你看他遭这么大罪 他都不会喊一声 哪怕说 妈妈我疼啊 就是这样的话他都说不出来 说些话我那时候可自责可自责的了 就从那次之后 我就发誓 怎么能想法让他说一个 能喊出一字来 当一个人很疼的时候 他除了用药物进行缓解之外 他叫其实也是一种缓解 尤其是个四五岁的孩子 就是完了我就一天反正看孩子只要一哭就出声 就想办法让他哭 他想吃啥不给他 饿了也不给他 就是让他哭出声 就是残酷到啥程度 就最后的时候 你们不说掐大腿李子最疼吗 开始掐他大腿李子 给孩子掐的两侧都轻的一溜一溜的 然后最后到啥程度 就是我一伸手 孩子自己就张嘴了 啊就这样了 他出声了 他喊出这一个啊了 不然的话你一教他 就啊他在那 他也这个动作 因为他声音是无形的 他不知道你这是出声了 他不知道自己发没发出声音 对啊 然后他能喊一声妈的时候 一年 喊个妈字 哭得嘻啦哗啦 我就更坚信 我这个教他说话的劲儿了 反正上外头 不管人谁家 人都那时候都说我傻 上外头走的时候 那个车就长 车 车 就是 其实他不知道 咱们在教他说话 他不懂 反正是到12岁的时候 能说出两个字的 什么字 就是比如说像连起来了 我要 我要 就说吃饭 就这些 我们俩是每天连比划 再说 你说一般的父母吧 教孩子一点东西 教得不耐烦了 都特别焦躁 你说他 这得不是折磨自己吗 是 我带他去那个舞蹈那儿 老师 老师瞅着孩子说 哎呦 这样的孩子我没教过呀 咋办呢 完后我就说 那你老师你给试试吧 要是外衣能行呢 你老师心情好 就说那试试吧 这样一试 他就学得特别特别好 一连去了一个星期 老师说 这孩子我收了 这孩子这么好 他就是能赶上健全的孩子 一个月下来 老师说 不光是这个孩子我带 而且就建议我 说你带他考专业的学校吧 他说他的天赋在这里 我就带着孩子 要哪儿就去考学了 得个十所八所学校了 碰壁 到那儿 婉言拒绝你 就是非常高兴地让你走了 就害怕伤害你 但是有一个学校啊 就让我特别痛苦 那个校长啊 就说你这个家长啊 我不是说你啊 那个 你这样的一个这个孩子 你就应该给他 送到荣雅校去 你说你到我们这个学校来 你不觉得你给我们 这些老师添麻烦吗 其实反过来想啊 确实是这样 那你说我这样的孩子 能不给人家添麻烦吗 是吧 但是他说完 我当时接受不了的 我除了我跟你讲 我领着孩子 我蹲着外头大马路边 我就坐地去那块 我就呜呜就哭 那个时候我就想 就不上学 人家不要咱 但是我也不能让孩子 这个小心愿 一点都得不到那个满足 心里头高兴一点也行啊 那个时候就走到 解放军艺术学院门前 其实别的学校都进不去 那个学校我 其实我根本连想都没敢想 那你怎么敢进去 我那天就是顺手一指 我说等着妈妈领女 来考这个学校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 you don't wanna f**k with me I slow burn like a deceit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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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